在过去的几次讲道当中 麦牧师有作出最伟大的邀请 其实是主耶稣作出最伟大的邀请 在当中讲到做门徒的代价 再加上我们去看了孙教士受逼白的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害怕了 但感谢主 我们当中有些新来的朋友 有些听到福音 一个一个仍然是信主 甚至上次麦牧师说了做门徒的代价 很困难之后 感谢主在尼尾聚会之后 有同一位我们最新的姐妹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发觉她已经预备好心要接受耶稣基督 我就跟她说了一句 其实信耶稣基督不是那么难的 你要知道一二三四 谁知道我说这句信耶稣 其实不是那么难这句说话的时候 麦牧师在旁边 麦牧师又认识他 就说是呀是呀 虽然信耶稣 刚才我刚刚那堂道说到 我们要付很多代价 但也不是那么难的 你听陈牧师说 感谢主 一二三四 那姐妹就愿意厥自 接受耶稣基督 作祂的救主 哈利路亚 究竟信耶稣基督难不难呢 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 有很多事情 有一个尊有的名词 叫做双重吊诡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双重吊诡是什么来的 甜酸醬大家知道吗 又甜又酸 那些东西可以又甜又酸的吗 可以的 有没有试过 有的有些东西看下去 好像两样东西是很不同的 不应该放在一起的 但事实上是可以放在一起 举例 信耶稣之后 是不是一帆封信就没有苦难的呢 不是的 耶稣说在世间你们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苦难和平安 好像是两样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它是上上一起出现 什么时候我们经历最大的苦难 神的平安 就是真真实实的临到我们的心中 譬如说我们所相信的耶稣的救恩 是不是白白得来 是不是免费的 是的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呢 救恩是一份礼物 是神白白送给我们 是免费的 是不是真的免费的 是真的免费的 但是免费还免费 但是却是极之贵重的礼物 是极之贵重 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甚至主耶稣基督付出了自己的命 换了个救恩送给我们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些东西都是免费 有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但是代价极重的 有没有啊 有 我知道最近我们当中 有几位年轻的妈妈 和年轻的爸爸 生第一胎的时候 有没有教训啊 没有啊 帮儿子换尿片 晚上三点起床 照顾他 喂他 是不是免费啊 完全免费 但是是不是很便宜啊 哎呀 整条命都差不多给了他了 哎呀 所以 我们的救恩是免费 但是代价极重的 同样 我们信耶稣是怎么样的呢 简单 但是不容易 简单是什么呢 真的信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不用拿了博士学位 才去信耶稣的 不用啊 只要你明白了 耶稣基督爱我 他为我钉十字架 结成我一罪 我愿意信靠他 我相信他 真的就得到这份礼物 是真的 简单不简单啊 简单的 但是简单 你得来呢 不容易啊 你说什么容易 有些人连行出信心的一步 都不容易 什么这么简单的吗 那就不出来信耶稣了 所以如果在座有些人 因为简单的 不肯信耶稣 今天听完了之后 我希望你 不要觉得简单 你走出来这一步都不容易的 信耶稣的话 等一下呼召的时候 要走出来 简单 但是不容易 是要相信 还有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信仰 上次其实有提过 合乎神心意的好行为 我们信耶稣 不是靠我们 做很多的好行为 来赚回来的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神给我们新的生命 应不应该有好行为啊 应该 所以圣经里面有说这句说话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神所赐的美好的礼物 免费的礼物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如果救恩是我们 出于行为换回来的话 我们说看看我多聪明 我做了多少好词 赚回救恩回来 神说没有啊 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但是当我们领受了 这份的礼物之后 圣经说 所以你们行事为人 要以蒙照的恩典相情 应该要有好的行为 因为神给了一个好的生命 我好的生命流出来的 应该就是好的行为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讲 在教会里面 好像一家人那样 对老年人要劝戒 对老年的妇人要劝戒 年轻的妇人 老年的妇人 要教导年轻的妇人 要爱自己的丈夫 还要对年轻人 要有劝勉 上次我们已经讲了 今次提多书继续的时候 他讲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 活出这些口行为 不是为行为而行为 而是因为在背后 有他真真正正的原因 有他的神学 有神对我们的要求 和我们应该尽的本分 这个就是我们进入提多书 第二章短短的十一至十五节 我用的是新译本的圣经 比较清楚一点 但我挺喜欢大家的和合本 因为大家不信 大家十一节 你可不可以读一下 你那个和合本的十一节 你只是读十一节 大家读十一节 预备 因为神的 非常之好 我读一下新译本 看看欠哪个字 新译本是这样 神拯救万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了 欠了哪个字 因为 但因为这个字 是应该是那里的 所以原文英文翻得好一点 for 所以 但是其实这个for字很重要 代表这一段的经文 和之前 我们要劝老年人 怎么样 老年的苦人 怎么样 年轻人 怎么样 是不是有没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以下就讲 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 有合乎心意的好行为 就是这短短的五节圣经 是怎么说呢 因为神拯救万人 其实是所有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了出来 这恩典训练我们 随去不敬虔的心 和熟世的私欲 在今生过着 自律公正敬虔的生活 等候那有福的盼望 就是我们伟大的神 救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显然 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己 为的是要救赎我们 脱离一切不发的事 并且洁净我们 作他自己的子民 热心善功 十五节 你要传讲这些事 运用各样的权柄 并去劝戒人 责备人 不要让人 兴寒你 短短的五节 讲明了我们身为基督徒 身为主的门徒 为什么要在神面前 活出合神心意的好行为 其实是有两个重点 两个原因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 一个就是十一节 就是神的恩典 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救赎 十四节 基督的救赎 因是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好行为呢 是因为神莫大的恩典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行为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 什么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给我们所有人的恩典 首先我要一而再 再而生的去提醒 恩典这件事是什么 恩典很多时候跟联敏 摆在一起 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恩典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原本我不配得到的 但是竟然我得到了 假若无端端今天 你早上还在这儿散步 希望不是沉默 可能张执事 给你个信封一看 哇一百万在那边 就是我不配得 但是呢 哇有一百万在那儿 竟然得到 这个就是恩典 我本来不配的 原来不单止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样东西 是我们不配得到的 不配得到的 有时候我们炒过了一些东西 不配得到的 但是竟然 神就是白白地 将他的恩典给了我们 以我们的情况 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小朋友打烂了 人家的花瓶 那谁陪啊 爸爸妈妈帮他陪 对不起 我儿子弄烂了你花瓶 多少钱 我帮你陪了他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神对我们的恩典 都是这样的 我们本来是神的创造 应该彰显他的荣耀 他在我们生命的身上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但是我们呢 堵乱了这个计划 反叛上帝 犯了罪 得罪上帝 也就是得罪身边的人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可以自己重整自己的生命 但是竟然 因为神愿意拯救万人的恩典 是因为神愿意拯救我们 是因为神知道 你和我生命都搞不定 陪不到我们所犯的罪 所带来的影响 神说我要特意将我的恩典 赐给你 赐给你 赐给我 所以他就将他的恩典 显明出来 我们不配接受的 但是神将 拯救每一个人的恩典 向我们显明 这个恩典要达到 三样的目的 就是大家的笔记上面 有写这三样的目的 神的恩典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呢 第一 是要随去我们 不敬虔 和属世的私欲 然后就活出 然后就等候 我们思想一下 第一点 每当 尤其我们基督徒 想到 世上属世的私欲 和一些不敬虔的心 敬虔是解释 不似神的形象 我们基督徒 就比较容易一些 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这些都是罪恶的事情 这些罪恶的事情 都是不快乐的 我们很容易就有这样的结论 不过想大家退一步 大家想想一下 自己未信主之前的光景 未信主之前 还未认识上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 会做一些 未必很适合的事情 那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 这么不快乐的呢 大家知道吗 一些罪恶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一些不快乐的呢 我告诉你 其实 想真一点 那些罪恶的事情 圣经里面有说 其实做的人 都觉得有快乐的时候 不过是最终之乐 而且是短暂的快乐 针言那里就是了 就警告那些年轻人 你不要去 找那些人妇 他会给你短暂的快乐 但是之后 拿了你的命的 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没有神的时候 不敬前 不认识神的时候 做很多神不起穴的事情 那些事情可能都有快乐的 不过那些是最终之乐 那些是短暂之乐 最终是走向灭亡之路的 年轻人或者未想清楚的人 觉得 是我有得玩就算了 但是想不到最终的结局 但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之后 就不应该是这样了 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恩典 神爱我们的缘故 说儿子啊 女儿啊 不要再活在这些短暂的 最终之乐当中 因为这些最终 会走向灭亡之路 我将我的恩典 赐了给你 赐免我们的罪 恢复同神的儿女 我们不要再活在 不敬前 和世俗的私欲里面 先不要说世俗的私欲 不敬前之心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 听见一个故事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可能是真 可能是假 但是其实是要讲一个道理 给我们听 当时呢 应该是校长讲的 校长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小孩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在孤儿园来 他有空的时候 就自由时间 就会去附近的一间餐厅 看看别人吃剩了什么食物 还能吃的 他就收拾了 有多点东西 有时候也挺好吃的 收拾了 有一次 话说有个附庸 去那间餐厅吃饭 见到为什么有个小孩 不停收拾东西 不如就问老板 就知道他的背景了 不见到个小孩 都好像挺英俊的 挺有趣的 富翁说 刚刚好 我又没有儿子 我又挺孤独 不如我收养了他 结果就真的做了手组 长话短说就收养了他 收养了他之后 这个孤儿现在呢 就着漂亮的衣服 平时有得喝茶 有得吃好的茶碗 下午茶 早午晚餐全部吃到很饱 什么都有 有一次 富翁带那个小孩 去同一间餐厅吃饭 吃着吃着 不见了 儿子去了哪里呢 没多久就见到 哇 儿子穿着漂亮的衣服 穿着什么 然后在那里拿着盆子 就收拾人家的东西吃 哇 你看爸爸怎么样 立刻拉着儿子过来 喂儿子 你不要再做这些东西 干什么那些东西还能吃的 很好吃的 喂儿子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孤儿子了 你现在是我有钱人的儿子了 你要什么 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不用再执人家那些 你不要摸下了面子才可以了 虽然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故事 但他说明了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与天父和好之后 每一个人在座每个人 我们靠主的恩典 你都是皇子 皇女 你有神尊贵的身份 没错 以前执到的那些东西可能都很好吃的 但是不符合你的身份的 现在神的恩典显明出来 是要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 和熟世的私欲 私欲代表我们心中的欲望 欲望有几方面的欲望 欲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欲望泛难 有时候我们平时很好人 但是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 哈哈 就好像为所欲为 原因就是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 有私欲 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以过火 当我们将我们本身的梦想目标 变成过火的时候 就变成了熟世的私欲 熟世的私欲 是不当神是一回事的 所以大家事上 听到世俗人 如果要做成功的话 若要向上爬的话 很流行有一句 其实这句不合理的 你如果要在公司 可以向上爬的话 就要踩着人家背脊上 有没有听过吗 我说到这样一种都是有问题 才叫我说成这样一种 其实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但是在目中无神的人 不觉得有一个公义的上帝 在看着那个人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很合理的 我要得到这个职位 我才可以得到这个职位 其实在上帝面前 是非常无聊的 因为上帝创造你 上帝创造他 大家都有不同的因此 如果真的想整个公司好的话 就是大家因此的配搭 公司是这样 教会是这样 教会是这样 公司也是这样 才可以做得好 所以好的公司 时常都说 teamwork 团队的精神 所以神的恩典给了我们之后 让我们认清自己尊贵的身份 我们不需要像黑衣仔 做不符合神的事情 做不符合神的罪终之乐 我们也不需要像世俗人那样 让自己的欲望无限放大 而濫用自己的私欲 来做一些非常目中无神 骄傲又损毁人的事情 因为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 怎么样 就是使我们可以除去 这些熟世的私欲 有一句说话不是很熟灵 不过都有一些小似的 就是世俗的说话 有一句说话叫 有钱大家一起赚 这么多钱 大家可以一起做 其实这句说话不是很熟灵 但是好像不是很熟灵 但是却讲了一个原则 世界上的资源机会是很多的 我们不需要为了小小的面包 在这争来争去 大家还有其他的机会 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做的 神的恩典临到是要除去我们不敬虔之心 和熟世的私欲 这些过分抗张的私欲 这些泛滥的 这些泛滥的目标或者野心 好了 我们除去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读过的几样 是很相似的 老年人要做什么 老年人要做什么 三样东西提醒我们 活出自律 公正 和敬虔 其实我简单来说 如果大家回家忘记了自律 公正和敬虔的话 大家回家记得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做什么事情 都是有上帝在看着的 我们就懂得应该做什么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上帝在看着 我们要学习自律 自律除了是说 我们要早点起床 定时吃东西 这些叫自律之外 self discipline 其实记不记得 上次解释 逢亲自律的时候 都是说 要有清醒的头脑 sober minded 因为上帝在看着我们的缘故 我们不要随便的 方言聚走 思想混乱 我们要靠主的恩典 头脑清醒 做合神心意的决定 这个是自律 那时候有讲过 姐妹的自律 很多时候讲到 为他人哲响 感受方面的 帝星方面的自律 就是判决 正确 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决定 合乎神心意上 是有清晰的头脑 作正确的决定 作土神心意的决定 公正 我们追求公正 是因为我们上帝是公正的 在上帝里面 有最终的公正 我们追求 我们都实行 我们都祈祷 没错 世界上社会当中 有时候会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出现 但是我们要相信 最终神的公义会临到 很多时候 我有时候挺担心 有些人常常都说这句 替天行道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当我们说替天行道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是 用自己代替了上帝 大家明白吗 说得很好听 替天行道 事实上 就是说 上帝 你这么慢 让我帮你来 当你帮上帝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 不单止不公正 还搞得那件事越搞越坏 大家有没有试过 都见过了 更加要小心 现在常常流行 所谓什么 所谓社会公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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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社会公义 在美国六几年代 为什么大学会教社会公义呢 就是因为六几年代 美国很反对共产党的 记不记得 是打越战的 但是在大学里面 有批的教授 又想教共产主义 又想教社会主义 大家知不知道 共产主义 你有钱 总之你有钱就不对 就要抢了你 然后跟我分了 就共产 这些简单例 美国又不给教 我也想教 怎么教呢 就给他个名字 叫做社会公义 我说成这样 也有点问题 社会公义 其实暗中是教共产党 共产主义那些东西 怎么知道呢 我们现在没搞清楚的人 就执人家口水尾 我们叫徒要活出正义的嘛 所以我社会要社会公义 我们不要执人家口水尾 不要执人家口水尾 主要在夏令会的时候 曹苑长讲得很清楚 在使徒行转的时候 信徒 自愿地的将财物 拿出来 那个是在神圣灵 感动之下 自愿拿出来的 不是人家拿着枪指着你 拿着你的东西分出来的 不是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靠着在神 一位公义上帝面前的照管之下 按照他的心意 祈求也都活出一个公正 一个公正的领导 大家是感受得到的 大家是福的 大家赞不赞同 大家是福的 觉得他说了之后 行了 是啊 那就是主 那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领导 最后一件事情 敬拳 敬拳 我很开心 就是中文和英文的翻译 是翻了两个不同的重点 你看敬拳这个字 大家想到什么 敬畏 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 是人对神那方面 但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敬拳是godliness 就是有神的形象本质的事情 其实两个翻译 解释了敬拳的两面 一个银仔的两面 敬拳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的态度行为 以至我们可以培养到 好像有神那样的圣情 好像有神那样圣洁的圣情 好像有神那样温柔的圣情 好像有神那样是持正公平的 公正的这个圣情 这个是敬畏 因着神对我们莫大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祂的恩典当中 活出一个清醒的头脑 分辨事情 为他人设想 因为神莫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我们在地上 虽然遇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 神有一日绝对会公义地处理世上的事情 第二 我们自己要好像神那样 公正的处理事情 第三 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敬畏祂的态度 因为我们不断对祂的敬畏 祂的态度和敬拜 以至神的荣美 神的温柔 神的形象 在我身上都可以得到流露 彰显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 要我们活出自律 公正和敬畏 还有一个东西 好像顺望爱 那样 除去这种东西 活出这种东西 神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盼望 那一位有福的之人 这是这么说的 等候那有福的盼望 就是我们伟大的神 救主耶稣基督 荣耀的显然 这个和刚才说的很有关系的 尤其是公义那一点 世上很多事情不是很公义 但是记住 神给我们心里面 是有盼望 逢说到这些盼望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盼望 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救主 会降临在这个世上 可以要除去世界上 一切的不公不移 可以都要除去 世上一切的痛苦 拆干一切的眼泪 我们信耶稣好像很简单 但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信仰当中 有除去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欲念 有活出敬虔的生活 还有带着一个盼望 主耶稣基督再来 主耶稣基督再来 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 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 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 主耶稣基督是有权能的 大能的 主耶稣基督再来 主耶稣基督是谁 主耶稣基督就是 那位伟大的神 如果你和合本的翻译 就是等候那位伟大的神 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记住一下 原文的和和和英文的n比较相似的 和中文的和通常没有这个意思 原文的和字是可以解和 就是A 苹果 和橙 两样东西 或者就是苹果就是红苹果 可以解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说这里等候我们伟大的神 和耶稣基督 还是等候我们伟大的神 就是我们的旧主耶稣基督 大家猜一下是前面 A 还是B 是B的 等候我们伟大的神 就是我们的旧主耶稣基督 你说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就是 原来如果是两样东西的话 理论上文法 两边都要加一个article 就是加一个the 这个神 他们有the God 然后the Jesus Christ 但是今次只用了一个在前面 就是说后面那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等候我们伟大的神 就是我们的旧主耶稣基督 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祂是我们荣耀的全能的救主 祂就是那一位伟大的神 当我们见到西商 还有不公不义需要处理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盼望着 主耶稣基督 我愿你来 伟大的神 愿你降临 就算不是立刻耶稣基督来 我们都要祈求 主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的角度降临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样我们生活有力很多 感谢主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神的恩典来到 让我们活出这三样 让我们有盼望 经文也都说出 为什么我们要活出合神心意的好行为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就跟着十四节那里讲 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将要再来 向我们显现那位的真神 祂是为我们舍己 为的事是救赎我们脱离一切不法的事情 结正我们作他的子民 原来为什么我们要有合乎神心意的好行为 是因为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救赎 祂为了救赎你 为了救赎我 将由罪恶当中救出来 祂是负伤了祂生命的代价 这里讲话 祂是为我们舍己 英文翻译得更加清楚 He gave his life 祂将祂的生命 献给我们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信仰 简单不容易 免费 但是代价极重 就是这个意思了 没错是免费的 我们不可以做任何事 去赚得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救恩 但是耶稣基督为了 给我们这份免费的礼物 耶稣基督是将祂自己 赐给我们 有人问 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耶稣 才得救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圣经说 没有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上地下 没有赐下其他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刚才主席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腹哪里去 有人就说 这么残忍的 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 你避开多条路就好了 这么残忍的 我不接受你 你就不可以入天堂 入地狱 这么残忍的 神话 我不爱惜我爱子的性命 当神话要将他爱子的性命 给我们 是告诉我们 没有办法再找到 再好的了 我将自己的命都给你了 还有什么重要过自己的命 没有 但是耶稣基督为了爱你 爱我的缘故 他是写了自己的命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但是当他面对着自己 所创作的人 犯罪离开他 背叛他 成为了一个不公义的人群 社会的时候 神仍然爱你 神仍然爱我 就是说我们见到美国的社会 不断地道德沦亡 现在同性恋泛滥 什么都说要同性恋 才会卖杯咖啡给你的时候 神说我仍然爱你 我仍然是为你舍命 我愿意你浪子回头 因为神的大爱 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将我的命送给你 在神的公义里面 神不可以当有罪的为无罪 神就说这样 当你犯了罪的时候 你找一只纯洁的羔羊 这是一个预表来的 将手按在羔羊的头上 说上帝呀 我犯罪得罪你 我将我的罪归于羔羊的头上 接着由祭司抱走了 这只无辜的羔羊 在神面前 拿刀一个 杀了这只羔羊 等他的血流出来 圣经说生命是他里头 当无辜的羔羊代替了我的罪 以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 让他的生命流出来的时候 这个神说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若果要你的罪得赦免 若果要我的罪得赦免 是需要有一个无辜的 无罪的 顺结的羔羔羊 他为你我的罪 他将你我的罪全部揽在他的身上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 当天父掩面 伤心看到他的爱子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但当血流出来的时候 十字架上说成了 天父说成了 耶稣基督的补血流出来的时候 他的生命流出来 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 以他的命来换了你我的命 这些叫做熟假 以他的命来救我们脱离死亡 这个叫做救熟 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加重要 有什么事情比耶稣基督流血舍身 更加伟大的呢 当我面不亏想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都想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 我的主 我伟大的神 将来会处理世上一切不公义 掌控世上伟大的神 有权柄的神 竟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你我的罪 为了救熟我们 如此 他的血可以洁净你我一切的罪 当我们求做血祭祷的时候 说主耶稣基督我需要你 我承认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洁净我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就用他的补血 洁净了我一切的罪 付出任何的行为来赚取 免费的 但是代价极重 那我再继续问 当我们领受了这么宝贵的补血 洁净我们的罪之后 我们还继不继续犯罪 我们是不是说 免费的 还有圣经有说 再犯罪的话 再祈祷 再洁净就行了 上帝愿意洁净我们的罪 不是给我们免洗恩牌 去继续犯罪 上帝结证了我们的罪 是要我们借着恩典 说主耶稣基督 多谢你的爱 多谢你结证了我的罪 我纳志 虽然我有时候跌倒远约 求你帮助我 我纳志 我在你面前 我靠着你的恩典 我不犯罪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救熟了之后 是有目的的 是要帮助我们做几样东西 结证了我们之后 第一件事情 救我们脱离不法的事情 不法的事情 就是神不起悦的罪恶 记不记得 神吩咐了 我们没有做过的事 我们做了 这个是不法 这个就是犯罪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做到 这个也是犯罪 但是耶稣基督 用他的命 代替了我们的命 是要叫我们脱离不法的事情 而救的过程当中 当我思想的时候 也是很感叹 很奇妙 神不是用一种很律法的方式 好像以前法理赛人那样 啊 啊 十阶在这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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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有做哪一条 我随便举例子 啊 啊 你又没有做哪一条 啊 你又去哪一条 不是啊 神不是用这种律法的方式 神是第一件事 钉在十字架上 解明祂是爱我 用祂的保血 结症了我先 当我想起神的爱的时候 我都没有意识再想起 再犯罪 弟兄姊妹 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试到一些的 试炼忍有 试探忍有 你说 哎呀 不关键 我犯了这次 再祈祷就行了 请你记得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请你记得 主耶稣所流出来的保血 并不便宜 虽然是免费 并不便宜 因为耶稣基督 赴上生命的代价 是要我们脱离不法的事情 并且洁净我们 啊 我们不要说得那么负面 我们脱离不法的事情 当然是神所喜悦的了 大家可不觉得 心灵清洁 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姊妹 都会知道 不一定姊妹 弟兄可能也是 姊妹们很喜欢扮靓 洗澡 扮靓 逢着姊妹走过 手得很好 真的很漂亮 油香噴噴 好厉害 弟兄走过 可能打完球 我们生活当中 都发觉清整洁洁 很舒服的 原来我们的灵都是这样 当主耶稣基督 结净了我们的心灵 结净了醉得射面之后 其实是很舒服的 其实是很喜乐的 其实是很干净 神就是结净了我们 因为神要揀选我们 做圣洁的子民 人家一见到基督徒就说 哇 又是正又光纤又漂亮 心思意念又清洁 又乖 哇 真的好 所以难怪 我香港来 父母喜欢送子女去基督教学校 为什么 乖 老师教得好 执到正出来 起码就像个人 真是又乖 何乐而不为 对的 因为神结净了我们 要我们做圣洁的子民 不单止这样 最后一件事情要做了 记住 我们蒙神拯救了之后 罪得赦免 脱离不法的事情 神是要预备我们 做各样的善事 做好事 你说人家宗教 什么什么又去做好事 我们又做好事 有什么不同 众宗教都是叫人上线 其实不是很不同 他们又做好事 因为他们可以继 什么 功德 我们的功德 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之后 我们自然流露出来好事 不过有时我们觉得 做得不够积极 我应该这样比喻 当神给了新的生命 给我们之后 其实神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有个发电机 耶稣基督 发电机不断地制造能量 其实现在制造能量 不用那么吵 因为我家里有太阳能发电板 结果电费很便宜 每个月付两元电费 因为不断地吸收太阳的能量 接着就可以发电 你想想太阳是否都是这样照的 要么就做太阳能发电板 吸了之后就造福人群 要么就晒死也没东西出 那你想做一个晒死也没东西出的基督徒呢 还是太阳能发电板 晒了之后可以造福人群的基督徒 当然是造福人群的基督徒 所以若果我们社区有传福音 有派饭 有什么事情 听说麦牧师来近十月份要做这个社区委员会的 Aviser 那我心想好啊 社区有很多东西做 探访老人园 我们就有个心智 我们不做一个晒死也没东西做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太阳能发电板 信了耶稣之后神发电给我们 我们要从耶稣基督吸收的太阳能 我们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让世人见到我们的时候就说 这帮的基督徒是有福的 这帮的基督徒真的起落了 想法又单纯又清洁 还做这么多好事 我都想做一个基督徒 这样的时候你和耶稣基督门徒代价那些 他没有所谓的 他说我都愿意信耶稣 我要信耶稣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见证的话 就增加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到了最后 有一样的劝面 就是保来劝面提多就说 你记住要劝面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个个都要做这件事情 是怎样说的呢 你要宣讲 你要proclaim 宣讲这些事 运用各样的权兵 智慧去劝戒 就是劝面 劝面人 责备人 甚至责备人 不要叫人家去轻看你 有几样东西我想大家看看 有时候字眼都很强的 责备的 我们要看看目的 神感动保罗 要提到他宣讲 是宣讲神的话语 不是宣讲自己的话语 宣讲是为了神 为了神的道可以得到宣扬 所以我在这里宣讲神的话语 其实很感恩的 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 有宣讲耶稣基督就事 耶稣基督就事 这个就是宣讲是为了神 然后怎么样 劝面也是为了神 劝面是为了神的道可以得到实践 我们不要听了就算了 我今天听了之后 信了耶稣之后要做好行为 我听了好好好 然后忘记了 不是的 做啊 劝面是为了神的道 要得到实践 最后责备是怎么样 责备其实为了神的道得荣耀 因为不单止责备 跟着说不要要人轻看你 轻看你是怎么样 轻看就是说 看小你 轻看你 但其中的意思 就是我们广东话有的 不要让人当你无道 其实为什么没有人当你无道呢 因为提多宣讲的是神的话语 是神要我们要做的事 如果你当神的仆人无道 就不用做的话 其实我们当谁无道呢 我们当神无道啊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不要看小神的话语 也都不要轻看神的仆人 当神的仆人 忠忠心心的将神的话语打开 要我们勉励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乐意开心地去做 不要当神的话语无道 只有当我们愿意去做 想尽办法 各样的智慧去做的时候 我们都勉励身边朋友去做的时候 神的名就要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 神的教会要被建立 弟兄姊妹要成长 我们进入一个美好的 2016至2017年度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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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